是的主播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眼前疑似有漏斗状气流 紧接着卷起一辆汽车垂直地面倒向隔壁车辆 恐怖瞬间就发生在南卡罗莱纳州 日前意大利亚飓风扫过当地 一名驾驶下班后开车回家 没想到却遇上龙卷风 驾驶接受CNN访问还惊魂未定 因为当时他坐在车内被卷到空中 距离地面一两公尺高后重摔 所幸他毫发无伤还破窗逃生 最特别的是他还是位准妈妈 肚子里的婴儿已经五个月大 由于身上没有瘀青没有骨折等受伤 奇迹般存活也让医生感到难以置信 以上是最新消息主播